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三百九十七集 都是敌人 萨罗白塔下 歌书天满脸音箫 恼恨欲狂 原本以为只要将这座白塔烧成灰烬 蓝叶云等人必然无处断行 谁知天大的蹊跷居然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了 火势明明异常迅猛 而且还经过了黑魔法的催化 无论多高多坚固都该变成残缘断壁了 这萨罗白塔竟是毫发无伤 在冲天的火光中静静地看着他 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他的异想天开 正因为如此 他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收回黑魔法定睛一看 才发现那熊熊的火焰和萨罗白塔之间 似乎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完全将火焰隔绝了开来 这 这是什么鬼 墓长老上前两步同样咬牙 大人 是不是里面那个所谓的尊者搞得鬼 这还用说 戈淑天狠狠地挥了回衣袖 他必定是用了什么法术 火攻才会无效 如此看来 本尊倒是低估他了 墓长老皱了皱眉 火攻无效 不如是是水攻 哼 没用的 戈淑天冷笑 不知水攻火攻 尊者既然有如此神通 恐怕什么攻击都无效 什么 墓长老愣了一下 那 我们怎么办 戈淑天沉默片刻 衣袖一服转身而去 回攻 蓝叶云楚寒张 有本事你们一辈子躲在里面 千万不要出来 否则本尊定要将你们随时挽断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尊者既然有如此神通 又愿意收留这帮凤族人 那 那他会不会好人做到底 干脆帮凤族消灭我 夺回天下 周然想到了这个可能 戈淑天居然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心头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不祥预感 不 不 不会的 一定不会 从幽冥深渊脱身而出 已经不是一两天 与凤族人交手也不是一次半次了 尊者若要插手 又岂会等到今天 不会 一定不会 这涅槃大陆是本尊的 一定是 萨罗白塔内 尊者挑了挑唇 勾出了一抹空灵的笑 噢 割树天走了 蓝叶云吐出一口气 我猜他必定一边走 一边想着如何将我碎尸万段 嗯 尊者点了点头 羽翼含笑 不过我想 他最希望的是将我碎尸万段 蓝叶云笑了笑 皮肤汗树 不自量力 尊者不置可否 接着站了起来 我跟蓝叶去准备早餐 你们随意 折腾了大半天 天都亮了 蓝叶云点头 尊者独自一人 距于这座高塔 虽然绝对清静 却必须事事 亲力亲为 蓁儿 好不容易等他们离开 莫如玉 立刻迫不及待地 奔了过来 而且尽力压低了声音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 这里很危险 呃 啊 楚汉征表示 完全没有听懂 你确定 这里比外面危险 是 我确定 莫如玉 居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外面不过是有魔君而已 可是这里有尊者 尊者比魔君可怕多了 你感觉不出来吗 楚汉征抬手摸上了他的额头 你发烧了 莫如玉愣了一下 跟着一片头躲开了他的手 挤得面红耳赤 我没发烧 我没疯 也不是说胡话 尊者真的很危险 他 他帮了我们 救了我们的命 楚汉征淡淡地打断他的话 而魔君想要我们的命 你说谁比较危险 我 莫如玉跺了跺脚 越发咬牙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萧兰月是我们的敌人 尊者跟萧兰月 明显是一伙的 尊者当然也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敌人比魔君可怕千百倍 你再不走恐怕 他不是 无论尊者还是兰月 都不是我的敌人 你 刚刚还说没有发疯 莫如玉此刻 却已有了一种 即将封掉的感觉 你看不出来吗 萧兰月跟尊者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同寻常 我知道 楚汉征笑了笑 尊者是兰月的师父 虽然没有行过正式的拜师礼 但兰月的一身功夫 都是来自尊者 他们的关系当然不同寻常了 莫如玉愣了一下 什么 这 这是萧兰月说的 她说你就信了 为什么不 楚汉征又笑了笑 笑容中却有一丝冷意 不然你倒是告诉我 为什么说尊者危险 就是因为 她跟兰月的关系很亲密 不 当然不是 那是我的直觉 莫如玉愣连连摇头 从一踏入这座塔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这里很古怪 根本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 尤其是见到尊者之后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正儿 你相信我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我是很想相信你 但是 楚汉征皱了皱眉 在这里 我们绝对安全 一旦离开 魔君就可以将我们消灭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你如何解释 我 莫如玉无言以对 却依然咬牙坚持 总之 总之尊者比魔君更危险 魔君消灭不了你 但是尊者可以 你 楚汉征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跟着目光一冷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刚才魔君曾亲口说过 凤族是你们共同的敌人 还说我们本来就是敌人 无须他挑拨 又说我们注定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那是魔君胡说八道 莫如玉突然白了脸 却根本不知道 心中那股突如其来的恐惧 惊慌是怎么回事 蓁儿 我不是说过吗 他根本是在挑拨离界 想要我们自相残杀 他好做出渔翁之力 有道理 但我总觉得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若非试出有因 他不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什么 你 你竟然宁愿相信魔君 也不相信我 莫如玉的脸色又白了几分 甚至亮翘后退 这么说 你也认为 我们其实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我隐瞒身份留在你身边 是包藏祸心了 楚寒正摇头 淡淡地笑了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或许 我们本来的确是敌人 但就是因为你的记忆被强行封存 所以 所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是敌人 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莫如玉却只是摇头 语气反而比方才更加坚定 不 不会的 绝对不会 真儿 虽然我的记忆被封存 但我知道我们绝对不是敌人 我们是同族 是要永远在一起的 好 楚寒正点头 目光闪烁 那么如果有人能做到 你敢不敢让他帮你恢复记忆 看看我们究竟是敌人 还是同族 我敢 莫如玉毫不犹豫地点头 跟着却突然皱了皱眉 不过你说的是谁 孙者和萧揽月吗 那不可能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楚寒正笑了笑 借口吧 你明知道他们绝不会害你 不是借口 我发誓 莫如玉咬牙 真儿 如果你能帮我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楚寒正又笑了笑 好 我会想办法的 说完这句话 他不再开口 却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莫如玉健壮 便知道自己根本劝不了他 不由满脸悲哀地摇了摇头 真儿 你不听我的话 早晚会后悔的 一定会 楚寒正看他一眼 若真有那一天 也是我咎由自取 我会感激你的提醒 莫如玉无力摇头 哪里还说得出半个字来 不多时 尊者和萧揽月 已经准备了几道精致的小菜 虽然是全素颜 却也色香味俱全 十分引人食欲 想不到这里看起来一副 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居然也有如此美味佳肴 楚寒正由衷赞叹 只是不知这是谁的手艺啊 我 萧揽月哼了一声 哼 也不看看这位尊者 分明一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 像是会烧菜吗 这倒是 楚寒正忍俊不惊 连忙又夸了一句 怪不得 也就是你这种清雅不俗之人 才能烧出如此不俗的菜 完美 萧揽月顿时笑得眉眼弯弯 还是姐姐会说话 刚才她还说这几道菜 蛋的鸟都不吃 哼 尊者一脸无辜 鸟不吃 但是人吃啊 我又不曾说错 楚寒正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尊者也懂幽默啊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说话间众人已各自落座 唯独默如玉依然一脸冷漠 我不饿 你们吃吧 我去转转看看 想必尊者是不会介意的 尊者唇角含笑 不介意 默如玉还算客气地拱了拱手 转身下楼而去 楚寒正皱了皱眉 试图解释一句 尊者 他 我明白 尊者摆了摆手 居然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他是他 你是你 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 都与你无关 楚寒正微微松了口气 多谢 不过 他其实并没有恶意 只是 本能反应吗 我懂 尊者挥了挥手 谋中却突然掠过一抹 意味深长 所以不必理会 总有一天 他的话只说到这里 便再没有了下文 竟是存心把人活活憋死 楚寒正挠了挠头 却识趣地不曾追问 如果能说 人家早就说了 问 有何用 吃过饭后 尊者又陪他们做了片刻 便起身离开 说是要回房清修 瞅准这个机会 楚寒正立刻巧声开口 蓝月 村者能不能解开 莫公子被封存的记忆 萧蓝月摇头 现在还不行 楚寒正有些失望 那什么时候行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